说到热播剧呢 我们来聊一下去年的一部特别火独领风骚的大戏 到现在它的余温还没有散去 那就是后宫甄嬛传 最近的消息称 这部戏已经发行到国外去了 我就特别担心啊 因为它里面的文粥粥的甄嬛体 咱们听上去都有些晦涩 外国朋友他能听得懂能理解得了吗 为此我们特别采访了一些在中国的外国友人 听听他们怎么说 最近有消息称国内热播的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将引入美国 剪辑成六个电视电影播出 消息一出就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导演郑小龙对在美国的收视率也颇有信心 但真的会像郑小龙预期的那样吗 没有 没有 没有看过 没有 没听过 不知道 我们还没看过 无论电视上还是网上电视剧 《后宫甄嬛传》都是个香伯伯 但经过我们的随机调查发现 大部分的外国人并没有真正看过甚至听过 于是我们的编导现场把这部电视剧的基本故事 讲给了受调查的外国观众 但他们到底会不会对这部电视剧感兴趣呢 我觉得很感兴趣 会啊 为什么还看这东西 因为有意思 感兴趣 我从没有看过 但是要是关于中国古时候的故事 我就会看 是的 我很感兴趣 看来这部电视剧在题材上还是能挑起外国观众的兴趣的 那他们到底能不能看懂这部电视剧呢 为了摸清外国观众对轻功续的了解程度 我们现场进行了随机检测 来看一下这些看似初级的问题 在他们眼中又是一个怎样的答案 B C C No D D D 不知道 No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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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皇后和太子是什么关系 D C 姐弟 D D 不知道 可能是夫 夫 夫 B C B 请问以下是夫妻关系的事 B B C C C 公主和贝勒 C C 通过调查可以看出 外国观众对轻功剧中的特有称谓和人物关系并不了解 而后宫甄嬛传最大的看点就是人物之间的各种关系 有的中途叛变 有的反目成仇 有的卧心长胆 人物众多 关系尤其复杂 有网友制作了一张后宫甄嬛传的人物关系图 不知道外国观众看到会是什么反应呢 很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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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太乱了 所有这些角色都非常复杂 我只能应付其中的一些 这也太难了 看来啊 这轻功戏当中的人物称呼就难倒了大部分的外国人 这剧情是否能真的看懂 还真不好说 不过话说回来了 咱的国产电视剧能发行到国外去的话 的确是件好事 希望咱们的后宫甄嬛传能够在国外创下好的生活 ある种情报 感动没观看 整个磵伤器 我开始灰的